近日电视剧与凤行的庆功宴成为了网友们热议的话题 主演赵丽颖和林更新在庆功宴上的互动细节被网友们一一捕捉 引发了大家对他们之间可能的CP关系的热烈讨论和甜蜜猜想 在庆功宴上赵丽颖和林更新的互动十分自然而亲密 他们不仅在拍照时摆出了同款姿势 还被发现使用了相似的口红色号 甚至连表情和动作都十分同步 这些细节让网友们纷纷表示 磕到了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此外还有网友发现赵丽颖和林更新使用了情侣手机壳 这一发现更是让粉丝们炸开了锅 虽然两人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但这些细节已经足以让网友们展开丰富的想象 网友们的讨论也十分有趣 有人调侃说这是公费恋爱吗 还有人表示希望他们能在一起 太般配了 不过有网友认为这些可能只是巧合 大家不必过度解读 事实上赵丽颖和林更新并不是第一次合作 他们之前在电视剧《楚桥传》中就有过精彩的对手戏 此次在与凤行中的再度合作 也让观众们看到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和火花 对于网友们的热议 赵丽颖和林更新目前还没有做出正式回应 不过这并不影响粉丝们的热情和期待 背景两人在与凤行中的精彩表现 已经让观众们看到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和火花 而庆功宴上的互动更是让网友们对他们的关系充满了遐想 虽然赵丽颖和林更新没有对恋情传闻做出回应 但他们在工作上的专业态度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演员 他们深知自己的职责是为观众打来优秀的作品 而不是为个人情感所左右 因此无论他们之间是否真的有感情 相信他们都会以专业的态度对待工作 用更好的作品来回报观众的喜爱 同时粉丝们也应该保持理性和尊重 虽然大家都希望看到自己喜欢的明星能够找到幸福 但过度的猜测和干涉只会给他们带来压力和困扰 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赵丽颖和林更新的个人选择 让他们能够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感情生活 此外我们也应该关注演员的作品本身 而不是过分纠结于他们的私人生活 赵丽颖和林更新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他们在演艺事业上都取得了部署的成绩 我们应该期待他们能够继续为观众 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用自己的演技和才华征服观众的心 总之无论赵丽颖和林更新之间是否真的有感情 我们都应该以理性和尊重的态度看待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在未来的演艺事业中 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赵丽颖和林更新在与风行中的合作 也备受观众喜爱 他们在剧中摄影的角色之间 有着深厚的感情 而他们在现实中的互动 也让观众们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和火花 对于网友们的热议 赵丽颖和林更新目前还没有做出正式回应 不过无论他们之间是否真的有感情 相信他们都会以专业的态度对待工作和粉丝 作为演员赵丽颖和林更新 都有着出色的演技和广泛的粉丝基础 他们在演艺事业上的努力和成就 勇目共睹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同时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的个人生活和隐私 无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选择怎样的感情道路 都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总的来说 与凤行的庆功宴让网友们看到了赵丽颖和林更新之间的甜蜜互动 也让大家对他们的关系充满了期待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同时也期待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让我们一起祝福他们 期待他们在未来的演艺事业和生活中都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当然除了这些 两位主演的一些行为也让人深深怀疑 他们之间是否另有故事 比如林更新在直播时给赵丽颖看小兔子的画面 还专门买了一个熊猫玩偶送给他 这些小动作都透露出他对赵丽颖的那份特别的心意 更让人遐想的是杀青后官方放出的一段花絮视频 其中林更新酷成狗的那个片段就是让人惊讶 一个40多岁的老戏骨拍过那么多感情戏 什么没见过 唯独和赵丽颖合作 他竟如此入戏太深 一时半会儿走不出来 难怪与网友直接说 有戏绝对有戏 从官方这种刻意渲染的营销说法来看 他们似乎也是在暗示着什么 不过否认明星加持的因素 是如今影视剧这么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尤其是灯红小花蛋和人气男神的组合 更是能引起大批粉丝的狂热追捧 对于凤行这对新颖夫妇CP 更是有不少粉丝直接喊话 哥我们要这个嫂子 姐咱们谈一谈吧 不行再分了 从这些戏谑的话语中 可以看出粉丝对于偶像的狂热和痴迷 不过我们也要明白 明星之所以会做一些暗示CP的行为 很多时候也只是为了炒作 增加作品的曝光度与话题度而已 毕竟在娱乐圈流量就是生命 因此我们作为观众 不妨欣赏一下剧中的CP戏码 但也要理性看待 不要过度解读和迷恋 毕竟影视作品和现实生活 还是有一道鸿沟的 我们更应该关注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 最后我想问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我们是否应该寄予明星更多私人空间 而不是过多的外掘他们的感情生活 每个人的感情自由都应该受到尊重 你怎么看呢 除了剧情本身 与凤行中两位主角的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 也值得我们深入解读和品析 赵丽影视缘的胜离 作为避仓王一职 外表看起来霸气侧漏 但内心却有着女性独有的柔软一面 她对行职的依赖和信任 对她的体贴入微 都透露出她内心对爱情的向往 尤其是在欲念动中 她难以抑制内心的冲动 主动吻上行职 更是展现出她对爱情的渴望 相比之下 林刚新的行职就显得更加内敛和矜持 作为上古神君 她外表看似沉稳冷静 但对沈黎却有小心翼翼 体贴入微 这种反差 正是她人物性格的可贵之处 她对沈黎的那份迎人的爱意 也让人怦然心动 两人的人物设定 加上演员出色的演绎 让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可圈可点 观众们看到的 不只是一对上古神仙的故事 更像是现实中 一对相爱 却又难以启齿的恋人 正是这种人物内心的丰富性和立体性 让整部剧不仅有精彩的打斗场面 也有感人的情感线索 两位主角之间的精神世界 和内在的情感纠葛 更上人回味无穷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出色的人物塑造 才让观众对他们是否也能在现实中 扳回一城 如此期待和好奇 毕竟谁不希望能在生活中 也遇到这样的灵魂伴侣呢 除了人物塑造之外 与凤行作为一部仙侠剧 本身在剧情设计 视觉特效等方面 也有不俗的水准 融合了传统仙侠元素 又加入了现代人文关怀 剧中不乏有精心动魄的打斗场面 但更多的是对人性 爱情 责任等主题的探讨 比如审理和心智之间的情感纠葛 就像是一面镜子 映射出了现实生活中 男女之间的种种困惑 其次 剧组在视觉特效方面 也是下足了功夫 无论是绚丽的仙界场景 还是精心动魄的打斗戏 都能让人打开引界 领略到仙侠世界的无限想象力 这些精美绝伦的视觉效果 也是吸引观众 持续关注的重要原因 再者 剧中的浮华道 也值得一提 无论是赵领的各种仙群造型 还是灵更新神军装扮 都极尽华丽 这能势让人赏心悦目 这些精心设计的服装 不仅渲染了仙侠世界的独特气质 也展现了古代服饰的精致魅力 可以说 与凤行之所以这么受欢迎 除了主演的人气加持 剧作品本身的质量 也是功不可没 它将仙侠世界和现实生活巧妙融合 让观众在欣赏视觉盛宴的同时 也能获得人生的启迪和反思 感谢观众在欣赏视觉盛宴的质量